Hello 各位 又是我 Sam Wong 又过了一个星期 希望你有愉快的周末过得好 上星期市场经历了三天的Gain Up 后 拉斯达又退回 星期四跌了3.7% 一天最大跌幅自从9月2020年 S&P500跌了2.4% 都是最差的一年里 杜琪斯也跌了518点 虽然星期四跌了 之前的星期五升至星期一二三 连续四天 然后星期四跌下来 但在星期五升至星期五 又很强的 一开始跌下去 但后来又升上 所以杜琪斯一个星期走势 其实也升了1.15% 没有35,089.74% 你看到 拉斯达也升了2.07% 非常强的星期五的时候 所以令到他带上去 升了2.07% 虽然你看到图 最高的点是14,494.47% 跌下来又大 又弹回上去 所以这个图在低点里 上星期一开始 走上去又走回 然后又走上去 所以要看下一个星期五 现在不要说日期五 其实要看下星期五 有很多机会 给你买低 趁低吸纳 然后在上点上去 然后跌下来 这一点 上低最高的点 又跌下来 这一点很难 但要等久一点 然后跌下来 如果在中间买了 你没得赚 如果你这一点 2月3日买了 那你拉斯达到收市 在这一点 可能会破坏 S&P500 也是一个星期来说 升幅1.5% 你也看到 他就没有拉斯达那么夸张 拉斯达很明显 有几个很高的跌下来 这个最厉害是2月3日 但是 S&P500 你也看到 2月3日 大家都有一个 2月4日 他也曾经跌下来 但是 在之前的3日上升的时候 他就没有波幅 是没有拉斯达那么厉害 拉斯达那么厉害 拉斯达那么厉害 波幅主要是因为 这个 TRECURY Yield 这个联储的利息 那个邦利息的走势 现在看回技术性来说 现在就会看回 基本上 杜奇斯跌了很多 下来 那 就 其实现在要看下一个 upside 上回去 就会报 希望 报到到 35,997.12 下一个upside 10天平均线来说 就是 34,816.39 那 如果 你去到这一点 就是说 他 可能 最低点 最短线的 pop 上去最高 就完 那 你看到 星期三 他有个 resistance point 35,637.13 那 第二 resistance point 可能 35,997 都说 他应该会弹回上去 如果 如期上回去 如果不上回去 继续跌下来 的话 就会破35,000 到34,816.39 那 另外 S&P500 也是 如果 看到他上去 的话 就希望他上得到 应该可以去到 4,610点 如果 不行 他跌下来 十天线 平均线 的话 就会报 4443 基本上 所以 基本上 这是大约 100点上下 所以你看 另外一幅图想给你看 就是 Labor Market 就是 美国的 工作 的 情况 工作 Labor Market 工作 有多少人 你可以看到 他说到 有多少个Job Open 这个图 有多少份工 是没有人做Open 你看到 2002年的时候 就是 20年前 曾经 一点 500万人 没有人做 空位 空缺出来 最低的时候 就是 2009年的时候 只剩200万人空位 当时可能经济 不太好 刚 在2008年的股灾 的时候 跌下来 信息 所以经济不好 接着 你看到 一直到 疫情 之前 曾经 上去 七百万个空位 整个美国来说 因为 因为疫情 禁止 炒了很多人 很多人 失业 公司 很多人都不聘用 所以 解释到 空缺 最厉害的空缺 根据 Labor Bureau 不知真是假 但是 顺他说 他的数字 是升到 1100万人的空缺 即是没有工作 但是 问题 其实 我最大一个原意的问题 是 如果真的有那么多空缺 为什么这么难找工作 就是很多 你不要说低级那些 就是office 那些人 其实很多人 例如刚刚大学毕业的人 都仍然找工作 很难找不到 在美国找工作 尤其是那些被人 很不幸 因为疫情 2019年 2020年受影响 疫情影响的时候 爆发的时候 炒了很多 在office公司做的 例如 什么都有 银行都有 有公司有 manufacturing 工厂有 Semi Conductor 整个 芯片的公司 也有 supply chain的公司 全部炒了 在office的人 炒了 现在 有很多人 我认识的人 仍然没有工作 或者他要转型 跟以前 专科的关系都没有 走去做 US 买屋 做卖现缩 那些其实是 没有人工 没有底价的 做commission based 所以 一个人本来 在office做得好 找到百万至十多万美金 因为你有工作经验 的人 现在 去做卖现缩 都不知道 一个月有没有 一千元工 因为 基本上 他试 要卖出来 才有生意 所以 其实 这个疫情 并不是想像中 这样 虽然这个图 显示出来 很多工作 但其实 并不是美国经济 并不是想像中 那么强 而且 再加上通货膨胀 最近 如果一看美国消息 通货膨胀 也有百分之十以上 他很多时候 说百分之十 就是把 油拿出来 因为油价最近 又上 差不多新高 高位 90元一桶 他所知 其他 很快 讲一讲 这个礼拜 Rewind一下 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 之后 我就会讲一讲 这几只股票 大型的股票 特别有兴趣 因为 有时 再讲回 这个指数 上个礼拜 发生了什么 都可能 作一个参考 但也没有什么重要性 另外 另外最后 有一个趣味性 也是讲一下 这幅图 不是说 导奇斯 叫他三万多 但其实 这个是说 Bitcoin 比亚迪货币 比亚迪货币 是真的 由斯玛 曾经上过高位 的时候 原来 你看回 几个月之前 最厉害的时候 真的上到六万多元的高位 然后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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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低 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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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这一点 然后曾经再上升 现在最近最新的报价 大概是四万一千五百 我看到这个价钱 比亚迪货币 其他ETH 和9币 都是跟着 基本上 它起就起 跌就跌 不过 升幅和跌幅 可能就和 比亚迪货币不同 所以最近比亚迪货币 其实当股市 这两个星期走势不强 不好的时候 现在货币都跌了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 其实 如果你跌了百分之二十五 到三万六千元的时候 你敢买 现在上回到四万一 那就百分之十 可能它会上回到四万五 那就百分之二十 股市可能下个星期又走强 也跟着它走势 尤其是这个达拉斯股票 我都说过 它最低跌八百多 又上回去 然后现在跌回到九百多元 九百多元水平 所以其实 如果你看 如果你看比亚迪货币 看好的 也看 觉得最近的公司宣布 业绩可行 证明这个 如果大型的企业 而赚钱 美国人的企业 很强的话 那可能 达拉斯 你会有 有机会上买 不过达拉斯 可能其实 现在呢 做day trade 或者买options 会更加 更加attractive 看长线 因为长线 始终说绿色运动 将来多少架车 会在街上走 说到2052年 你还在想三年之后的事情 到时我肯定疫情也应该完结 很快地 重点地 想说出 这个星期的股票 接着我就会 解释一下 这个图的内容 因为这几只股票 可能 比较热门一些 的话题 都有兴趣 可以去研究 去想 值得买呢 现在 星期一股市 其实都起了 欧洲那边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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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那边也做好了 香港恒生指数 就没有 没事了 因为过年 中国新年 苦年 今年 老虎希望苦苦生威 希望每个人 这个 如果病的人 都会好 健健康康 像是老虎 那三晚 这个疫情 快点过去 接着 市开放 星期五 就开市 香港恒生指数 因为 可能追回 这个 difference 因为你要想着 记住 在香港上市的股票 例如 比亚迪 小鹏 汽车 或者 腾送 比 百度 这些股票 在美国这边 这几天 上星期的走势里面 上强的时候 大陆股票也上了 也根据 如果听我视频的朋友 也说过 中国新年 通常都是 原来 它要给它好 新的希物 新的生命 所以 它收档之前 就会起了 就是过年之前 接着 过年开市的时候 都做好了 一般来说 都推它上去 再加上 可能有基金的干预 上入去 所以恒生指数 就很厉害了 第一天开始 上去 770点 那现在看看试 可不可以上去 10天 或者50天线的高位 因为 香港的股票 曾经跌到 很厉害 二万三千多 又回到二万四千多 又回到二万四千多 又回到二万三千多 然后 现在呢 770点上去 又回到二万四千多 所以 可以试 下一个新位 可能二万五千点 很容易 再上去 一天七八点 如果肯肯攀上去 所以有目期待 因为 这个视频 我现在做的时候 是星期 星期日 所以 股票还未开市 等到星期日 升开市 美国Futures 现在还未开市 欧洲那边 还未开市 所以就看看 我今次 这个礼拜的 推算预测 会不会准备 上个礼拜 总括来说 之前都说过 Buy at the dip 都觉得 经公司宣布业绩 应该会好 应该将市场 拉回上去 那 确实 三天里面的走势 很强劲 星期四 跌回 星期五 有气劇性的变化 虽然 Yield Curve 资料 很高 基本上 百分之1.8% 但仍然 趴 好像有钱进去 Buy at the dip top 上去 主要上 亚马逊 都宣布好 业绩 所以 基本上 这个summary 已经讲了 不过再讲些重点 星期二 股票仍然 都是走强 星期三 股票 因为Facebook Metaverse 脸书 Metaverse 宣布业绩比预期差 所以 令市大 和市下降 星期四 下期四 大跌了 但跌了 跌了 因为亚马逊宣布 业绩好 就继续上去 那天 就令到 Lazida 跌了3-74% 豆 其施 跌了1.45% 就和一开始 我跟你说的 情形 一样 Silical Stock 例如 有股 和Financial 都跌 但没有跌得 那么厉害 星期五 就 升上去 基本上 就如 刚才所说的 基本上 大约1% 辣斯达 更加厉害 就是2% 的星期五 带动整个星期来说 仍然是赚钱的 所以 看图来说 既然是很 Valital Market 很上落 上落得比较 Rosa 2000 很少给大家看 但是 直到是5天 一个星期 也是1.74% 你可以很清楚 看到图 基本上 星期五 走上走落 星期五 是大动 一开始上落 跌下来 之后 慢慢走上去 最后 都是跌下来 但是 这一段时间 都是升上去 所以 Rosa 2000 这个指数 也是靠星期五 因为 如果它不走上去 你看 基本上 星期五 差不多 约翼 约翼 S&P500 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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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跌了1.645 过了冬天,过了这个月,二月,好像乘春天 通常都是做生意,开始增长了 很多比较active 的做生意 所以就会令到需求量大高 亦都因为有打仗这个压力 现在在俄罗斯那边仍然不清楚的情况是怎样 所以有价也会继续攀升上去 有很多人会继续攀升上去 最新的报告就是说 美国就派兵去支援NATO 在东欧那边,也是讲讲俄罗斯的 我听视频都知道,俄罗斯的紧张是局势 当然,现在因为北京奥运会 普京也祝福习近平和中国 可以好好扮好奥运会 当然,这个奥运会,这个东欧奥运会的定义 意义就是看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前的时候在看 其实基本上就是说 希望可以将世界和平这个信息去表扬 潜能人的能力 人的能力是无分各界,无分种族 意思是如此 所以就将它聚在一起去表扬 表扬人的能力 所以暂时应该 不过这个北京的东欧运会 只是两个星期 暂时都未出兵 没有事 如果你问我,我个人意见 Anyway,美国就决定派兵去 可以带出信息 令到这个事情可以和平地解决 无需打仗 总之打仗就不是一件好事 对每个人来说 所以我完全不主张 我完全不主张 那现在说回股票 这几只股票 那其实呢 在星期五的时候 我就入了几股 小小小 这个Metalverse 当它跌的时候 因为当它宣布的时候 它最厉害那天跌了27% 那其实它的高涨的时候 起过350多元 那你想想想 它低的时候 你试过300多元 那其实有一段时间 你买入的话 它真的升到330多元 10% 看它很稳定 很硬 那你不知 一旦宣布这个出来的时候 就转不及 再加上 基本上这个HITEC的售额 整个NASDAQ 因为连柱又可能要加息的原因 那些售额 所以基本上 所有的股票 上两个星期 跌得很差 很快地 vaporize 20% 纳斯达曾经跌至15% 最高的这两个星期 就没有跌幅 你想想 有听我视频 朋友都知道 纳斯达跌得这么厉害 所以individual stock 例如HYLN 已经由6元 跌至最厉害 只剩3.8元 那你一计算 例如AI 即是C3 由40多元 到22元 再看Snap 真的被人掌握了2巴 跌至70元 高位 很厉害 跌至最厉害 20多元 当然 因为Snap宣布了业绩 第一只股票 因为他宣布业绩 比预期好 尤其是Matterverse做得不好 因为他两个是竞争对手 更加益 于是 Aftermarket宣布了业绩 就升了50% 这个图就告诉你 星期五收市的时候 升了58.8元 但其实38.9%是不高的 因为Snap曾经 上季宣布业绩不好的时候 跌过 只有40多元 但他又爬得上去 上去 六十多元 那今次真的这样 跌至二十多元 其实你想想 这些高科技 就是用Snap 来做例子 它最低跌至 二十三元 二十四元 那你最高七十 的话 即不见了五十五元 over 七十的话 其实跌了百分之六十 它已经有最高位 那念书 所以呢 其实现在有三百五十多元 最高 现在跌至二百多元 又是不见了二百元 二百元over 四百五十的话 其实又是接近 不见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其实 你问我现在的valuvation 是否贵呢 我又不觉得贵 因为它已经真的 这样和你折扬了 念书 和你折扬了百分之二十多给你了 那当然了 其实它宣布仍然 赚钱赚得很厉害 它的毛利 这年是三个奴七一股 但是比之前那一年 跌了百分之六 低了百分之六 也都如其华尔街 预料它赚三个百分之二 所以都差了少少 那它主要呢 它主要呢 就赖了 杀赖了 它说 它说因为 苹果IOS 系统改了 令到那些人可以 block了 那个advertisement 即是广告了 那变成了 它自己的 metaverse WhatsApp Facebook 念书 就变成了 blog了 没有广告 根本收入少了 少了大约 它都宣布今年的销售量 因为这样的原因 可能会有 十个billion的影响 所以于是股票 就受压 但是有时候 有它的消息 即是 如果你一直有跟着念书一段时间 你都知道 通常它这样的坏消息 压低了之后 没多久就会有新的消息 出来好的消息 说它公司有新的 发展 现在它很大发展 在metaverse上 虽然这个 投资人不赚钱 但是 我要说一件事 是念书 刚刚上市的时候 是19元 它最高涉到43元 然后跌回17元 就被人告 说它被骗人 做市 但是经过了10年的 沧桑岁月 那些股票 就算是40元 就算是50元 我都不知道那些人 告它做什么 其实 由50元 你当是50元 就好了 起到400元 所以你想想 起了百倍 十年时间 即是一年 接近比 一倍 比较好 所以 那些股票 真的非常有趣 那些股票 我想说的 AMD 晶片 亦都赚得很厉害 就是因为 它的earnings 很厉害 于是 它由最低价 支持 刷了下去 你又彈回来 那些股票 其实120多 还很高 因为AMD 基本上是由70元 炒上去 炒到150元 一倍 不过 NVIDIA 更加顺利 NVIDIA 更厉害 它拆过 曾经拆过 还有200多元 最高的时候 300多元 所以 由折扬至100元 它拆了4倍 即是折扬至400 25分 所以 如果晶片 可以继续 momentum 来继续 而且NVIDIA 的好处是 它那个晶片 最新的 是 AMD 是 帮人做出来 但是 NVIDIA 的设计 是 有很多东西都需要 用这个新的技术 所以 它的股票 起得比 这些同样的 cheap company 厉害 所以 200多元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 我始终觉得 不知几十元 升上去 又是几倍 很厉害 我想说 苹果 苹果 当然 大赢家 它的销售量 是比去年 11% 到123.9 billion 华尔街 的预料 只是118.5 billion 所以 它的销售量 比 预期 好 4.5% 第一季 第一季的盈利 是2.1毫 一股 比去年 上升了25% 亦 亦比 预料 1.9% 上升 11% 最主要的收入 有iPhone 来源 iPhone 销售量 71.6 billion 比去年 上升了9% 上年 上年 只 68.3 billion 但 iPad 就 买得少 但是 它还有其他业务 例如 雲端 Apple TV 和其他 產品 所以 这方面 仍然 可以 赚得比 支持高 以及 继续有 增加 發展潜力的空间 亦 亦 不太忘记 蘋果 车 如果 一提 就会 起上去 蘋果 亦 不要忘记 几星期前 它的价格 是182元 一股 基本上 撕了3 trillion 的股票 成为全世界 股票最低 一只股票 它的pE ratio 仍然是28 所以 它的 不太高 所以 由 160 幅度 截止了 150 至少 167 截止到 150 到160 可以停留 很久 突破 上了182 所以 跌下 又 會再跌下 160 如果 它再移 上去 很容易 分了180元以上 評論員分析後 看預期上去就覺得蘋果是會升到190元 另外想說在圖裡面 亞馬遜因為宣布業績好 星期五升了13.54% 這隻股票亞馬遜一度去年是有困難的挑戰 當它們的貸貸時, 曾經跌至2千8百元 它們貸貸很厲害, 又有批評3千4百元的大約 最近已經傾向下的貸貸, 又會升上升 大約2,700元,計算是10%左右 Earning有27.75元一股 比預料來説是維高了很多 因為懷爾街預料是3.54元一股 所以升幅高得很厲害 比去年的盈利升幅差不多一倍 大約12億元一股 購入1.3億元一股 將來預料的銷售量會由112億元增加到117億元 懷爾街沒有預料得到 所以股市為何會升上去 因為股市為20.1元的銷售量分別 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賺 沒有宣布17日期 所以現在買賣 很多人都以為它會繼續升上去 變小了便容易升上去 例如蘋果、達拉斯、Novidia等 都是這樣的情況 當時AMD也有強大的賣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所以它雖然說那些賣 有可能遲些都不會有賣 但它仍然很強勁 再說另一隻在這個名單 就是微軟 微軟也宣布了很好的業績 但它始終因為拉斯達收額 所以它都跟著一隻 拉著它拖著它下水 它因為它雲端的生意 還有window upgrade 令它的盈利上升 這個Xbox賺不賺錢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這個我就不說了 但是它的股票最高 52一年的新高位 是在12月的時候 它跌到最低的時候 是1月25日 288.49 所以如果288.49 1月25日 現在2月幾日 就是一個星期 它跌到最低的很多股票 跌得很厲害 就是上星期的3日 跌回上來的時候 它跌回上去 288.49 可以上了300元 這個位水平 是很厲害 下一個市位 我覺得它如果再有momentum 衝上去 就應該上了330元的水平 它最高的成績 是350元左右 所以其實就是 截用了20% 微軟這隻股票 不過微軟呢 曾經試過很 rough的時候 在2008年的時候 股票crash的時候 你看回它 它的價錢 都不太好 所以這隻股票很可愛 如果它站得住 一站上去 就很厲害 如果它一錯 一做得不好 它可能折讓得很厲害 跌下來 但是就要等很久 這隻股票是其中一隻 應該就算跌下來 你都不要買的股票 下一個 再說 就不在這個 list 上面 Netflix 如果有看過視頻的朋友 記得 上個星期 它的Netflix 一日宣佈業績不好的時候 會跌了一百三十多元 又是跌了百分之二十多 就是跟Facebook一樣 但是呢 也都反彈了 由380元左右 也都反彈到收市 410元了 現在 它最厲害的時候 曾經上回430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想想 Buy at the deep的道理 就是 如果380元左右 買到 其實430元要走 賺50元的話 的確是很高的盈利 當然 你買一股 一股就少些 但是對於%來說 我會覺得 上了430元的時候 我會買了 如果380元 因為現在這些 這個時期的上落 波幅很厲害的 所有股票 所以如果下個星期 雖然 我看好 仍然覺得 北京奧運會 和俄羅斯 會暫時收斂 一項好消息的話 然後 亞洲 因為過了中國年虎 過了新年 又開市 有資金流入的時候 可能它會繼續走上去 但是走上去 如果再上10% 至15% 都不到 不要等到20% 我就會覺得 要消息 要走 這樣一點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決定了 市跌的時候 5% 6% 一天 你沒有賣到的時候 然後 跌到15% 你都不會賣 那你唯一的出路就是 再賣進來 混合了 Rader Average 然後等它走上去 的時候 這樣一點 如果不是真的 你就叫做坐艇 那你坐艇 真的要等它上去 那個高位 真的有時候 等也都等不到 真的 所以 Never 都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 可以考慮的 股票 如果它突然間 又有一個新的 好像Squid Game 的Movie 那麼流行的故事 遊戲 的戲 走出來 又有很多 訂閱 那它就會起上去 因為它們說 它今年 它的 2020 只要覺得 會加了 2.4 M subscriber Verses 它去年高的時候 曾經多了 8.5M 即850萬 新的subscriber 有很多人 因為看Squid Game 所以他們 看完 就drop off 就come and go 好像吃快餐 那樣 Anyway 始終 這個Netflix 是Global 第一是Global 整個世界 香港有 印度 我認識很多 印度人 都subscribe 所以 其實是有一個 Market 在那裏 雖然 它的股值 是不是真的 那麼高 有很多人都說 400元 都太高 但是 始終 它的reference 就是賺錢 這些公司 不是虧錢 它reference 是賺了 7.7 Billion 比去年 同季 多了16% 也都比華爾街 的預料 其實是好的 但是問題是 因為它怕它subscribe 它自己宣布 不會好像之前 有100Million 新的subscribe 只有2.5Million 不過 Netflix 同一時間 有Netflix 帳戶的朋友 就知道 它最近加了假 所以其實 它這個數學 計算 再拉圈 少了subscribe 我起一架 拉出來 我的收入 我的毛利 一樣可以 都算得到 再找其他公司 跟它合作 因為香港 很多時候 它跟 Hyperfiber 那間公司 合作 如果你 sign up 它好像送 三個月 Netflix 給你不用錢 所以其實它跟它合作 我不知道 那個contract 實際上 Netflix 怎麼賺錢 另外 最後 我想說 Google Google 也很厲害 它賺的業績 真的 驚訝 沒有人 猜猜 猜猜 它賺這麼多 它收入75.3Million 比去年 同期 上升了 32% 華爾街 是想著 它只會 71.8Million 它的銷售量 所以上升了 4.9% 比它預料 Earning 就賺 30.69 一股 毛利 30.69 一股 比去年 升幅了38% 其實真的很厲害 華爾街 就想著 它賺27.28 所以它升幅 比華爾街 預期好 12.5% 原因 基本上 賺的錢 是因為 又是 雲端 多了人去 Internet Surge Aderafenil Jumps 多了36% 比去年 去到43.3Million 云端 它上升了45% 比去年 所以 以及 YouTube YouTube 越來越多人看YouTube 你現在看 YouTube 它的 Advertisement 賺廣告 廣告收入 YouTube 亦都比去年 上升了25% 所以 這隻股票 這隻公司 亦都是一個 非常侷人的公司 不過 它的價錢太貴 所以 我 亦都買不起 所以 Amazon 其實拆了出來 是一件好事 當它一拆低了 如果 變成一百多元 二百元 一股 其實真的可以考慮 買 因為 相對來說便宜很多 即是 很多人念書 價錢二百多元 AMD 你要賺錢容易 因為 只有Robinhood 才可以讓你買 Partial Share 如果 以其他公司 以其他公司 例如 E-Trade 都要買 Full Share 最少買一股 所以 二千多元 我真的難買 我希望 聽完我的視頻 就知道 在這些 所謂的高科技 當然高科技 曾經試過泡沫 所以要很小心的選擇 但基本上這幾隻這麼大的股票 我們有一個 TOO BIG TO FAIL 當然要看它的 VALUATION 看看它的股值 多少 但它真的賺錢 真的可以越來越多 其實相對上來說 可能因為 那些錢 越來不值錢 因為通貨膨脹 所以 它又加價 所以當然 它的收入 好像越來越強 今天 我就在這裡講了這麼多 主要上 就是 講高科技 當然 我之前提及過的 CCL NCLH United Airline 即是 旅遊方面的股票 我仍然是覺得 要拿長一點 當然 現在不上去 但是 當 奧美利 或者其他 變種都好 遲些減弱 始終都是 旅遊業始終會復甦 這樣 會起上 保齡 我始終看好 因為當 旅遊業上升之後 它就會賣回飛機 它最近 那隻飛機賠錢賠了很多 又 在壞賬裡面 所以 它的收入 就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是 如果看 長線來說 都跟你說 在Pypidemic之前 它最厲害 四百多元一股 現在 二百零五元 始終 都是有機會 將來再看 它起一倍 上去四百元都不出奇 這隻股票 認為是長渣 HILM 或者小鵬 或者 達拉斯 Tesla 基本上 都是看著 綠色運動 將來 所以這個電動車 始終都是有一個 潛景 在那裡 雖然是Globe stock 但可能要駕長一點 還有 DT 亦是雲端 做雲 cloud business 公司 我覺得都是有潛景 所以 在List上 需要好好的選擇 例如 Pfizer 如果在藥廠方面 公司 我依然 覺得Pfizer 拿著好一點 因為你看 Mcdonna最近 已經折扬了很多 跌了很多 Zoom 你看到它跌了很多 Peloton跌了很多 Peloton跌了很多 所以 有些公司 看上去 都很難有得 舊匯上去 以前的環境 那個價錢 所以 如果你買了很高 那你一天就混 不然 它反彈的時候 可能你要考慮 將它 賣了 賣了的意思是 其實就是說 因為你相對的 Cashflow 沒有那麼多錢 所以你賣了之後 將那個錢 去投資 一些更加有 實力的股票 希望可以追得回 拿回你 蝕了的錢 多謝各位 希望接下來這個禮拜 仍然苦苦生威 各人仍然賺錢 股票繼續向上 多謝各位